各位同学好 我们来看关于声波的立体 那关于声波 我们知道声音是透过空气在传播 那声源就是喇叭或是声带 喇叭的振动会使空气分子振动 那空气分子振动会去撞击更远的空气分子 就可以把声波传递出去 那空气分子撞完空气分子 应该说空气分子撞下一颗空气分子之后 它会反弹 所以其实空气分子本身并没有跟着声波一起传到远方 并没有像风这样子传到远方 它是在原地来回的震荡 原地来回的震荡 那我们可以看个动画来感受一下 这是网路上人家利用Georgia做的动画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绿色和红色代表两个空气分子 那这两个空气分子它来回的震荡 并没有跟着这个波向右传递 那底下的这个密疏密疏的部分呢 就是所谓的疏密波 那这个疏密就是空气的密度 也可以看的是空气压力气压的大小 没有错 在声音的传递的过程中 空气中会有压力的变化 好那这个密布输布是会对应到坡风坡谷吗 其实不是 这是深坡有点特别的地方 密布和输布并不是对应到坡风坡谷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 好回到这张图 回到这张图呢 课本有报文画 画出这些空气分子在扰洞前长这样 那扰洞之后呢 我们发现其实密布这个位置的空气分子 它没有离开平衡位置 输布的空气分子没有离开平衡位置 那没有离开平衡位置 其实对应到的其实是 其实就是正伏为零 其实是正伏为零 那就不会是坡风坡谷 其实就不是坡风坡谷 所以那坡风坡谷会发生在哪里 其实是发生在密布到输布的 这个 这些空气分子的一半的位置 就是密布到输布 这个距离的一半 这边的空气分子才是对应到坡谷 或者 从输布到密布的一半位置 这边的空气分子才会对应到坡风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密布的空气分子 没有离开平衡位置 输布的空气分子没有离开平衡位置 那坡风和坡谷 其实是密布和输布的一半位置 或者输布和密布的一半位置 才是坡风或坡谷 所以也可以用压力来看 密布的地方气压就是最大 输布的地方气压是最小 这样子 密布的地方气压最大 输布的地方气压最小 可是 压力最大的地方 并不是深坡的 并不是它的这个 位移的最大位置 压力最大的地方并不是位移的最大位置 压力最小的地方也不是位移的最大位置 位移的最大位置其实是在气压跟原来的一样 气压 就比如说一大气压 然后 在一个深坡的传递的过程中 气压跟原本气压一样的位置 反而才是位移最大的位置 气压跟原来气压一样的位置 才是位移最大的位置 所以它的波形就会 一个如果是sin的正弦波形 另外一个压力就会是cos的余弦波形 如果位移是sin 因为平衡点位置 因为平衡点位置 我们可以叫x 位移y等于sin x的话 压力p就会是cos x 好 那我们介绍到这边再来看立体 这是一个玻璃管 然后里面有声波 有喇叭扬声器产生的 那 它有画出密布密布和书布 密布密布和书布 而且它也很好心的 把我们把振动位移和位置标出来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A点到珠点当中 哪两个点是密布的中央 哪两个点是书布的中央 直接看图书布式 密布的中央就是这个0的位置 还有B还有珠 所以就是B珠是密布中央 那书布的中央就是西书的 这个A点和C点这个位置 是西书的密书布中央 然后如果是15度的话 以前有学过一个公式 对不对 叫声音的速度是331加上0.6 乘上摄氏度 所以这个算起来的话 就会是 就会是340 然后第三小题 那利用V等于Fλ或是LambdaF 就可以求出答案 340就会等于 好 这个其实是可以从图中判断 图中判断 从这个下坡到下一个下坡 是17到34 也就是说它的坡长 就是17公尺 17公尺 好 所以呢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F5 其实就是20赫兹 好 那先介绍到这里 谢谢 谢谢